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一段是有相当标准的 不是一般人的境界 是深清净心的人 最低清净心的程度破一平无名 这是《金刚经》上的标准 就是原教粗诸菩萨 别教粗地菩萨 这是深清净心的人 虽然没成佛 没有成究竟圆满的佛 但是成佛的方法 它已经掌握到了 它已经在修学了 这个方法是什么呢 理向正性 理根成实许相 《法相》中里面讲的 转八十乘四天 也就是说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不用心心锁 不用八十五十一心锁 只要学掉八十五十一心锁 你所用的就是真心 就是自信 那就不是反复了 真正的法身大死 这个标准的地区很高啊 所以圣清净心实相 就是前面讲的圣实相 那么由此可知 一般通图所讲的大乘法门 地区是高啊 在先前这个社会 许多小城国家的 修行人 瞧不起大乘行者 我们见到这个现象 我也曾经拜访几位小城市大胆 他们瞧不起大乘 有道理 不是没有道理 我们的大乘是明自大乘的 其实我们仔细想想 我们的心心不如小城 这就好别 他们是念小学 小学生天天上阔 天天在用功啊 真的在念书啊 我们这是大学 这个大学天天玩耍了 里头也没有老师 也没有人教教教教书啊 外面是个大学 里面没人上课啊 空点 今天大乘法变成这个样子 所以他瞧不起地说 真的 犹太道理 我们回过头来想想 我们的心呢 就平静了 而对人将其尊尊心 佩服 所以大乘法要正干 大乘是建立在小乘的基础上 我们今天大乘法摔 为什么会摔到这种地步 不什么有原因的 英光大师在文朝里面 对于清除顺治皇帝 就有很多次的自卑 认为这种事情 顺治皇帝要负责任 中国过去出家人 要经过严格的考试 不是一般人都能出家 不是一般人都能出家 考试的科目 普通的这个学术 要等于静思 这个静思就像现在的波斯学位 在那个时候是国家高等的考试 相当于这个地位 那么再考佛法 那么再考佛法 考取了皇帝发文凭给你 叫度谍 你有这个度谍 你才有资格出家 所以出家的资格是过家经过过家 考试 皇帝发这个度谍给你 就承认 你一定学问 德行 可以做我的老师 所以出家人是帝王寺 皇帝对你这么尊重 这个大臣 全国老百姓 他怎么尊重呢 上行下校 当然尊重啊 这样出家人是这么样的程度啊 皇帝资格同意之后 你到哪里出家 他不问 你看看你到哪个寺庙 哪个法司 跟他有缘 你就到那里出家 你要出家 司徒一定先看 你有没有度谍 你没有度谍 他要收你犯法 那是犯过法 那就很严重了 你一定把度谍交给你司徒 这司徒再给你提出 这么高的标准啊 所以我们今天是顺之皇帝废除度谍之后 什么人都可以自由出家 于是出家人的程度是一落千丈 这次造社会侵蚀 不如天主教啊 我在天主教教过书啊 我还有二十几个神父修女的学生呢 他们叫我加老师呢 天主教的神父修女的资格 最低的水平是高中毕业 高中毕业 然后去念他的神学院 我在天主教教教的是研究班 学生的水平是大学毕业 在神学院念三年毕业出来之后 佛神之三年挑选出来的学生 我叫这一班的学生 所以他们的那个水平比我们高 我在他那个地方参观人家的学校 他们这个学校里面的这个这个这个设备设施生活 我们真的是肃然起劲 我们台湾所有的佛学院不能跟他别 差太远了 这个就是不时轻易受学生 他有一定的标准 你看大臣的标准 那天主教比不上 要信心清净 这才是真实大臣的标准 所以我们今天讲大臣 名字大臣 是真实大臣 观行都做不到 观行是真修 虽然我没有正德的时候 我真干 真的照学 像金刚经常讲的 历四相 历四肩 历明字 历言说 历境间 我就在生活当中 我真干 真干就是观行极了 如果天天在这里讲 天天要读 读了又不肯干 那是明字为言 永远是有名无实 这个要知道啊 有名无实 一点用处都没有 不如小臣 甚至不如世间一个善人 很多人不学佛 也问我他 为什么不学佛 我心好 心好就好了 我也学佛干什么 说的没错 真地是行好行好 他来生不是人生的 他是世间善人的 这个是我们要认真去分析 尤其是在现前末法时代 黄念族老爵士难得了 讲真话了 他在美国地西将军 他到那边去住了一个月 美国华盛顿 我虽然没有参与这个法会 他那些学生跟我都很熟 也常常听我讲经 来告诉黄老爵士讲啊 现在这个时代变了 从前佛的时代啊 修行正果的顺序啊 出家男众低了 成就低了 数量也低了 出家女众第二 再加男众第三 再加女众第三 再加女众第四 成就的人少啊 成功也不高啊 现在世界颠倒了 现在学佛念佛往生成就的 再加女众低了 人数多啊 王三的多啊 瑞相好啊 再加男众第二啊 出家女众第三 出家男众排幕后啊 我们是出家男众 他讲这个话呢 我听了很满意 我没有觉得他在骂人 我觉得他在说老实话 他说的完全正确 什么原因呢 原因很复杂 不是几句话能讲得清楚的 一定要真正用功啊 要真正用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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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到大臣标准这么高 虽然做不到 一定要心向往直 这个发门不行啊 念佛发门行啊 实行他的老实念佛 可是现在人 不喜欢听老实话 喜欢人骗他 可是我们呢 懂得一点交易 不忍心骗人 骗人的罪过啊 眼前是可以得好处啊 那果报不得了 得不偿失 我们决定不敢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